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編述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1月2日,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各位早晨 紐西蘭二德台洋 大家好,各位早晨 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去大台《芒響編述部》 還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日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現在新年依此 澳洲摩總開始叫救命了,是吧? 應該這樣說,他都未意識到的 但是呢,我就看到了 因為其實呢,中國是準備加快這個氣用澳洲的鐵礦的 上年年底,在12月30日 中國的工業部,就推動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 做出了一份指導意見書 那就請求意見 要求在2025年前 鐵金屬國內置給置足率 要達到45%以上 打造一到兩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 還有有市場競爭力的 叫做自己的巨大企業 還有要有更加多的 和其他地方開發更加多的鐵礦山 海外權益鐵礦進口 比重呢 大概只要20% 還有增加,這個最重要 增加鐵礦石的定價話語權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就是澳洲鐵礦石 就在中國佔的量比較大 之前說過大概62%左右 其實這份指導意見還說 嚴禁新增鐵礦產能的同時 還要打造新增鐵礦產能 就是嚴禁進口,當然是指澳洲 嚴禁進口新增鐵礦的同時 還要打造若干 加世界超大型鐵礦企業 還有要造成一個專業一流的企業 目標就是前五位的鋼鐵企業 就會集中到40% 前十位的產業集中度就會達到60% 在創新發展方面 要突破三到五種 這些短板的鋼鐵材料 一定要將這個短板衝開 即是這些短板材料比重 要下降到千分之一以下 實現這個關鍵鋼鐵材料自主的保障 其實這個就是和澳洲發話 不用說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澳洲鐵礦石的價格持續上升 應該說上個月 不好意思,現在是2021年 上個月到了歷史新高 其實就是 就是企貨加加和兩年前 三年前比例應該說 就已經是翻了一番了 還有呢 澳洲表示 很大口氣 無論這個貿易摩擦如何 其實對華鐵礦石出口 都不用影響 而且他覺得 一定會抓住了中國的喉嚨 大家知道澳洲之前有一位前的部長 他說如果你敢再打貿易戰 其實不是打貿易戰 其實就是叫做 貿易摩擦 我們就會將你 加加 鐵礦石看價兩倍 加上加上 你怕不怕? 腳震 真的腳震 你這樣加價 澳洲鐵礦石 鐵礦主腳震 所以其實當時 中國的官方 其實都是和澳洲巨頭 大家都知道有間公司的必和必託 才影像是一間很出影的上市公司 跟他討論了價錢 就說 現在你這樣 是不是真的? 要不要這樣? 必和必託 當然這些大公司的耳價能力強 我們都不想的 給了一對 現在有19病毒 有人罷工 如果我們不增加的話 你就沒有鐵用 快點買吧 這個其實就是 令到中國知道 哇 其實很多 其實都正常的 如果你 過分地單一依賴 一個市場入口的資源 而且鋼鐵產業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點的行業 在大陸來說 所以其實 他就和必和必託 製定國際價格 不關我們事的 有機制在這裏 我們已經盡量加大生產量了 而且都差不多達到了上限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還有現在我們很多 他就是賴了一些人 現在我們有些礦場 很多人 發起這個反全球暖化行動 我們經常開不了工的 我都不想的 這樣 這樣 其實12月中的時候 鐵礦石期貨主力合同 已經衝到上1042元人民幣每噸 對比最低的時候 都是今年的時候 只有511元每噸 美國當然只是人民幣 其實一年之內已經長了 102%回了一倍 那中國當然 一定會找其他方法去反 起碼不可以被你掩住 Spring pocket 是 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中國很久之前 已經在非洲佈局 包括中非 西非 中國已經和很多公司 總共是準備開發 十幾座鐵礦山的 但是 因為技術 各樣的問題 還有沒有想到 中澳關係急劇下降得這麼厲害的 還沒有達到預期的 但是非洲的儲存量 就是擺在那裡 對於非洲鐵礦石供應鏈來說 目前最大的挑戰就是 正局不穩 以及物流 當時中國鐵礦協會 他也說 雖然 總儲存量 總儲存量 那些機器全部到位 以及提供更加多的技術支援 非洲開採鐵礦石的能力 可以 趕超澳洲 所以澳洲的政客當然說不用怕 但是 看低了中國和非洲合作的能力 他應該這麼說 他是高估了自己 他一直認為 我們的品位夠高 這個世界這麼大 即使你100分 你的抗石100分 人家非洲是95分 但是有什麼所謂 是 還有有專家都很清醒 再是這樣 如果中國 完全停止 一段時間後 完全停止 鐵礦石入口 入口 澳洲的鐵礦石 其實 澳洲估計 就會在12個月內 GDP跌2.3% 財政赤字 就會增加到120億澳幣 而且高盛都已經警告 有些政策說 玩東西 你夠膽 你夠膽限制煤炭和其他產品 澳洲用鐵礦石 對付你 高盛都說 你敢玩 不太行 始終中國如果用開行馬力 找了一些代替地方的話 澳洲經濟都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他說如果每一年 制裁你三到五樣東西 你的經濟都可能會 不敢說跨大 將來會很嚴重 這個政府要小心 是高盛的 都警告澳洲政府 他就說 如果是這樣 中澳關係更加會有不確定因素 因為 你經常說 我不給你什麼 不給你什麼 現在 又是這樣說 他們也是這樣說 有些人說 澳洲鐵礦商都可以通過不斷入口 印度 進入印度市場 又是說這句 又是借印度過竅 印度 人都是跟中國差幾千萬而已 印度人均鐵礦 港鐵消費水平 都是很快的 不過 二到十到十五年後 才可以 認定息息大規模 因為其實印度 我們都說過 印度的基建 都是跟中國的 都是差得太遠太遠了 印度不是說沒有潛力的 我覺得 當然是得潛力 但是不是現在 得潛力 沒有是有 但是 還在潛水 還有些潛力 其實就是要看這個 印度的生產 就是生產能不能夠提升 你才可以 對這個港鐵需求上升 還有我們之前都說過 大家回下一代 記得 其實這個江國政府 都是近期收回了澳洲 聖誕司資源公司 和赤道資源公司 和核心資源公司 三家 抗業巨頭的採礦許可權 這三家公司 手上的規模 達10億噸的高品位鐵礦石 就是這個 叫做 武巴拉姆貝勒巴的鐵礦產區 其實交給一家 喪家的抗業公司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這家公司就是中國公司 應該說背後是有中資的 所以其實中國就是默默做事 當然了 澳洲就說 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 之前我們講過 其實它在當地 都是違反了很多 規例和法例的 剛才說的這個 武巴拉姆 納貝巴鐵礦區 就位於赫馬龍和江果的交界 它來中非共和國的首都 班基都相當近 這三個國家是中西非一帶 法語區 這個礦就是三國交界 其實就是赫馬龍和江果共同擁有 澳洲的聖誕市和三間公司是兩國聯合出貨的 根據2015年的報告 這個鐵礦的殞藏量都相當厲害 都是有56.4萬噸 其中呢 8.05億噸 對不起 剛才是56.1億噸 什麼萬噸這麼小 數0數少了 其中呢 8.05億噸是高品位的 是和澳洲鐵礦性差不多的 而且是世界級大型優質露天鐵礦來的 所以彩的難度是比較低的 澳洲公司聖誕市 其實就是聖誕市分別和礦區所在的 赫馬龍和江果分公司簽了約 投資都很厲害 87億美金 用於礦山開採 建設鐵路和碼頭 本來計劃分兩期 一期連載開 即是第一期 連載量是4千萬噸鐵礦 開採期限就12年 二期每年生產就3千5百萬噸 高品位鐵礦 開採權就有15年的 其實兩樣東西都是賣去中國大陸的 即是中國就說不用來澳洲幫我開採了 我自己有公司在當地直接開採 直接運去中國 好了 免得又給你吃一場大 不是小差價 是一個大價 其實這個聖誕師 為什麼是被人取消過牌呢 其實就是說這個公司實力是不濟的 多年了 都是沒有動過礦的 即是做一點點事 我已經在搞了 其實實質上是不多的 其實就一直都引起了這個光果 和赫麥龍兩個國家的政府很不滿 今年兩國先後宣佈 和這家公司終止合同 赫麥龍還在12月初的時候 宣佈和中國大陸五家大型國企簽約的 那計劃呢 就是今年了 2021年 確定鐵礦合作方面的方案 那澳洲 我們之前說過了 又向這兩國的政府 索賠87.6億美金 和要求國際中彩 但是呢 赫麥龍和江國政府 完全不擔心 因為根據 合同 它應該開發的度 已經是達到百分之幾 百分之幾 它沒有說的 它總之說開發度是不夠 其實等於那些地產商 就是團地 它就不開發了 擺幾年 團地 插旗 其實很多 澳洲資源公司的礦工 礦工公司 礦業公司 很多都是這樣的 它很喜歡就是霸了一些地 說做資源陷探 但是做資源陷探的時候 就在股市裏面 不停地寸一些消息 每一個報告 就是它做報告 陷探的時候 每一次出報告 就可以從中在股市裏炒起 炒炒炒炒炒炒炒 然後就賣了轉給下一家 第二家做 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是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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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最後萬一 我記得阿珍BC講過他有一家公司 到最後大大聲說 哎呦 我們找不到礦喔 這樣講 那個是BP來的 這麼嚴重 這些是找不到礦是經常發生的 就是啵一聲 那個股價就跌下來 跌到最底 我都聽到 十幾十年前加拿大都有間金礦公司這樣搞的 就是炒上炒落 澳洲是經常做的 其實算不算是詐騙一種 他又不是詐騙 因為他是推出那些知消息 那些利好消息 全部都是真的 他真的啊 那你報告就做 就是同一件事 他不捨得給實體 實實在投資他 是啊 他根本不是做實事 很多時候那些澳洲那些礦業公司 去到非洲就散人罷死地 全部都罷了 經常都做這種事 就是很有爛尾扭的感覺 嗯 其實現在這樣令到 赫默龍和光果兩個國家很生氣 還有中方大家一起合作 其實中方和赫默龍和光果兩個國家合作 不單止只是開發鐵礦的 那還包括了修建港口 還有其他交通項目的 那中方還找來了法國企業聯合營運的 因為其實這兩個地方 都曾經是法國殖民地來的 講法文的人比較多一點 其實赫默龍都有講英文的 那都很大氣 是啊 即是他可以讀 讀市經營他都很大氣 其實都對 因為他找回大家講法文的 都很處理一些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管治了那麼久 那你都大概知道這裏的風土人情 而且變相是一種外交等等 即不是中國獨吞的 跟這個某個大國 超級大國不同 是吧 有錢齊齊找人類命運共同體 都好像說 其實你覺得對是很大氣 還有他的格局 是超出了澳洲所有企業的想像 即是他說 蛤 你們敢來找法國一起合影 所以因為他的格局大了 所以其實澳洲要搶回這個採礦權 基本上不可能 還有澳洲這家公司是先違約在先 因為他說做什麼做什麼都是沒有的 還有報道都分析 其實以大陸 中國大陸 目前在非洲對鐵礦的投資和開發 應該是五年內 剛才的報告是上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說的 就說二零二五年 五年內就會更加 即是兩條腿走路 一邊就在非洲更加大地投資 另外就是將自己的工廠升級 就是五年內和我之前說的一模一樣 五年內就打算把澳洲的鐵礦掃出 因為怕你經常玩東西 還有為了擺脫這種過度依賴 就是對澳洲鐵礦 大概六成二是來自澳洲 其實這個中國的鐵礦 其實大陸政府其實都已經很多年都在部署 還有開拓其他鐵礦沙的來源 尤其是在大陸中鋼集團 首鋼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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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裏 其他人叫做 是啊 原來有這樣的國家 還有利比利亞他們都先後設置了多個中方直營的擴散 避免受外界的日價影響 就是免得讓你澳洲吃一層自己搞 保母集團正在籌謀在非洲的基內瓦 其實目前就是世界最大的西網道鐵礦 還有中國都繼續尋求和非洲這些鐵礦企業合作開發的 所以剛果和赫麥龍事件都是冰山 在一點反映中國已經是一個大佈局 其實是用力地準備棄用澳洲鐵礦的 應該五年左右就可以見到成效了 所以其實當一批極有的政客說不用擔心了 我們有很多貨啊 我們還有鐵捏住他的喉嚨 那可能就是捏三年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可以作一點預示了 我相信很多非洲的國家將會受到來自那些環保團體 或者是勞工團體去猛烈攻擊的了 肯定是用童工啊 又說破壞當地的環境 又說他借了錢 又說他借了錢 高息 好像斯里蘭卡港口那些傳言會不停地出來 是 就是慫恿一些環保團體去吧 有些人就是 好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